这次经过国一北上路段的时候 车速非常的慢 因为前方发生了追撞车祸 看到了一部大货车追撞一部白色轿车 而仔细看呢 这车辆是市价超过2000万的劳斯莱斯 这几千万级的追撞车祸就发生 在9号的中午11点多国一北上路段 323公里处台南的大湾路段 一辆要价至少2088万的白色劳斯莱斯 在外线车道遭到后方的货车追撞 车尾严重的凹陷变形 劳斯莱斯的驾驶下车处理事故的时候 被眼尖的民众发现 竟然是连锁超市龙头的动作 一度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不过超市紧急发出声明 表示这是乌龙一场 照片中的男子并非是董事长本人 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认错人了 国道警方表示证明劳斯莱斯的驾驶性证 而车辆是一部租赁车 不过市价超过2000万的劳斯莱斯哀壮 也让许多民众后期 这到底要赔多少钱呢 车损必定是要价不费